今年有什麼展望? 這個後年 其實我下半年會做一個 未做過的一個項目 是哪方面的? 是音樂劇 至於我在年頭的時候 也說過我自己會做導演 但最後還是告吹了 為什麼? 因為劇本實在是不夠好 再讓我先收拾 收拾不了 不如暫時各自這個想法 今年我希望會碰到好劇本 因為自己一直以來 碰到好劇本的機會不是太多 不如再主動一點 可不可以自己嘗試去寫劇本 既然碰不到就自己寫 這些也是我今年會做的一些事情 創回何寶寶? 我順其自然 我不抗拒 唯一抗拒就是香港的教育制度 當然一個家庭的結構 如果有多些小朋友 也是開心的一件事 但是 對 有很多現實的人做 例如學習 我仍然不認同 你不想想 某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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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不想想 遲些再想 遲些再想 所以先在多些身邊 因為我自己都已經不在了 如果他又在其他地方 真的不用見了 那也是 希望我所認識身邊的所有朋友 我的歌迷 或者是全香港的所有的港大的市民 都能夠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工作順利 生活愉快 一日有送家 OK